三西竹 三西竹由於光線一直照著 眼睛的正中間瞳孔進去的黃斑部 所以說會造成眼睛黃斑部的 它的氧化壓力升高 氧化壓力升高的時候會造成黃斑部水腫 水腫之後它就會容易造成黃斑部的病變 像這樣一個情形的話 其實現在臨床上看到很多人 有所謂產生叫做黃斑部蓋被子 黃斑部蓋被子的話就是 黃斑部上面另外長了一個膜出來了 現在臨床上尤其是在台北市這邊 其實很多像這樣一個患者 也就是說黃斑部因為受光太強烈以後 它造成的水腫 然後這個水腫後來形成了硬化的膜 那這個膜的話會讓你看東西的時候 黃斑部好像前面沙沙磨磨磨磨的 好像蓋了一層黃斑部的一個被子上面一樣 造成的視力就會造成的嚴重的一個受損 黃斑部容易受到光線的傷害 那光線有什麼傷害呢 光線就是會造成黃斑部產生氧化壓力 氧化的傷害 氧化的傷害會造成發炎 所以說對於黃斑部怎麼樣來保養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吃一些營養食品 例如像像葉黃素 玉米黃素還有呢 就是其他保護黃斑的一些成分 例如像Omega3裡面的DHA也是 另外的話蝦紅素呢 現在呢也是對於黃斑部的消炎的作用 起了很大的一個作用 它的作用的話就是能夠幫助黃斑部的葉黃素呢 抑制它的光線的一個傷害 我們講說要保護眼睛的話 除了內服之外還要外用 那在這個外用的部分的話 因為要防光線的傷害 所以呢其實呢現在臨床上呢 有很多的綠藍光眼鏡 那這個變色眼鏡 那太陽眼鏡 都是有無用的一個防藍光的一個鏡片 對於黃斑部的一個保護 因為紫光它是接近紫外光的一個光線 的可見光 現在如果說大家要去選擇 這個抵抗藍光的這種鏡片的話 還是要到合格的眼鏡行 能夠有合格的認證 那這樣子來選購的話是相對安全的 三西族我們常常談藍色變 其實藍光是我們可見光的遺緣 也就是說並沒有說 藍光對我們眼睛傷害特別大 藍光會對眼睛造成傷害 所以主要還是因為我們用手機時間太長了 所以其實呢 對於三西族的一個保養的話 最主要的還是我們看手機的時候呢 20分鐘休息10分鐘 那不要download這個影片 或者玩game時間太長 這應該是最重要的 那其次我們才是講說要內服加上外用來保護眼睛 沒有最健康只會更健康 快上來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